徐曉丹女士 這個徐曉丹女士的這個畫展 他原來是早期他是模特兒 後來呢因為選舉 所以裸體婚禮這些東西都很轟動 但是結婚十幾年後呢 在這十幾年當中呢 他都沒有做任何的一個活動跟接受採訪 那他先生死了以後呢 他在跟我們這些畫家朋友相聚在一起 在重拾畫筆 那重拾畫筆的時候 他覺得他要送給他自己一個禮物 也就是說60歲的一個禮物 所以他在這個三年多以前呢 就跟我們大家商量 就是跟吳老師我們的創會的理事長跟我 我是現任科學美衣協會理事長 那阿丹呢是我們的常務理事 他就跟我們商量說 他要辦一個60年給自己一個禮物 後來呢就企劃了 就是企劃了三年他去學跳舞 他覺得人體是最美的 最能呈現跟宇宙連結的 單純的那種對美的詮釋 那這個美的詮釋呢 他又覺得光是這樣辦畫展 好像不夠豐富 不過活潑 所以他就去學了跳舞 他就覺得說原來跳舞是這麼美 也是很美好的一種藝術 所以他就把舞蹈 序劇 藝術 畫畫都結合在一起 然後做一個小劇場的一個劇展 紀念他自己60甲子 一甲子60歲的一個禮物 那這個禮物呢對他來講 他覺得他願意去花心血去做準備 然後寫劇本 然後我們大家排演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排演 所以我們17號還有一個歌舞劇 舞蹈劇 也就是說這個舞蹈裡面 有他的好朋友說一些話 然後有喜澤瑞舞蹈教室的舞團 跟他們一起表演 還有許曉丹自己跟舞團的這個表演 然後敘述他畫作的這些故事以外 還參和了女人60歲能夠再跳舞 能夠再畫畫 然後能夠這樣子沒有顧忌的 不考慮到世俗的人的眼光 然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藝術本身呢 他所有的畫作幾乎都是畫他自己 他想要畫什麼 他也沒有模特兒 他就是根據自己的想像 然後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然後每一畫呢 他都有他自己的意義 就是這種完全活在自我想像空間的一個畫作裡 跟自己的夢想裡 這種人說是很特別的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說 哎呀這個人是特別的 或者精神有問題 那精神病的病人會說 因為我們是少數 所以你們說我們是有問題 今天如果他們是多數 就是這些正常的人就是不正常了 所以阿丹對很多人來講 是很不可思議的 他的畫沒有什麼彰化 比例也不一定對 然後他想要 例如說大腿怎麼比例 然後頭怎麼樣 什麼歪 手怎麼樣 都是他自己想要怎麼表現就表現 但這也表示出他特別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他裸體的分離也是我們台灣歷史上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人敢這樣做 那很多人參加天體營 但是不一定敢在很多人的面前拖得理直氣壯 那平常講 六十歲身材也不像二十幾歲那麼賣妙 但是他覺得他跳得很快樂 他展畫不一定要賣畫 他說沒有人買沒有關係 他也不願意就是隨隨便便的這樣的 就把自己的畫給 那五千年這個地方呢 我也覺得五千年的總監人非常的好 通常辦一個畫展展場一定要錢 現在連文化中心都要錢了 就是要清潔會燈光什麼 其實都要錢 但是五千年的這個張總監呢 沒給他收錢 這也是對高雄的整個藝術來講 是一個鼓勵 那有很多藝術家其實都很窮 張總監能夠把這個大的空間 然後免費的這樣子 無償的提供給藝術家這樣用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的入室的一個禮物 我們做人 阿丹他認為他要把這些畫作留著 給他自己做一個禮物 那總監他辦了這個畫展 他沒有得到實質上的利益 但是我相信 這無形的給社會的一個資產 跟那個利益 那個福報是很大的 每個人如果能夠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就有價值 人的活著最主要就是要有存在的價值 那所謂的存在的價值 在於每個人對於價值觀的看法 跟想法 例如說 你們拍為電影 我相信你們的主要的宗旨 也是想要讓看的人 有一種提升或者有一種感悟 能夠在看的過程有收到什麼禮物 這個也才是我們拍電影 或者我們做採訪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只要對世人有任何幫助的 有意義的 我覺得都要做 謝謝 謝謝